经文赞普叔叔 当天留院观察 我还祈祷叔叔能够平安度过危险期 早日康复 哪至今日收到噩耗 他已雨昨晚离我们而去了 回想叔叔第一次回大陆探亲 还是在32年前 1992年的春夏 那时他是那样的一气风发 和爱可亲 汇丰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日诗夜想的叔叔 那几天 汇丰一直陪伴在叔叔的身边 聊过去 现在和将来 叔叔对汇丰就像女儿一样 令我们感动不已 后来我们也两次去台湾 旅游 盼望叔叔 叔叔也多次来大陆 探亲 旅游 自行车 环游 我们一直羡慕 叔叔的 身体素质和脑胀胰胀 近几年 由于疫情关系 我们只能通过微信互相联系 看到叔叔虽然进入暮年 但身体健康 神情气爽 安然度过疫情 深感欣慰 叔叔 此次意外跌倒 不幸去世 但走着安详 走着毫无痛苦 也是一种福报 愿叔叔在天堂 一切安好 也希望婶生 和全家 接爱圣变 多多保重 晚辈 松节 经文大姐夫去世的消息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我的大姐夫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精神不是一直很好吗 前几天 就大姐夫的儿子 国人才告诉我 出他老人家 只是摔了一跤 住进了医院 还跟我视频说了几句 我很乐观的想 也就是住个 最多一两个月 出院以后 我还能跟大姐夫 每天 或者每周 都能视讯呢 没想到 他真的就这么 急冲冲的 扔一下 家里的人 扔下了我们这些 晚辈 说走就走了 是的 我不得不承认 尽管我们的万般不情愿 我亲爱的大姐夫 还是走了 永远的走了 那 大姐夫 不得不承认 不得不承认 还能让你 不承认 不承认 可 不承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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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